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有感觉,我是杨阳 大家知道吗?中国有一个旅游地因为改名成功而名声大振 不仅年年国庆让游客挤爆,而且这个城市的景点还登上国际头条 其中就有一些景点还能把国外的游客吓尿 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张家界了 要知道在23年前,曾经他有一个不那么好听的名字叫大雍 张家界目前是湖南省辖地级市 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 其地层复杂多样造化了当地的特色景观 主要有山地、岩戎、丘陵、港地和平原等 山地面积占76%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石鹰沙眼风铃地貌为世界罕见 并拥有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在张家界,有两个能把人吓尿的去除 一个是位于天门山国际森林公园玻璃栈道 这个脚底透明能看到万丈深渊的高空玻璃栈道 让很多人心惊胆症 有的老外甚至吓尿了 而且呢有的人跪着也不敢爬过去呀 而第二个呢就更厉害了 位于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 不仅名阳国际 等桥的人还挤破了脑袋 景区每天限制8000人 票价被黄牛炒上天 周围的旅店全部饱满 迟来的人统统没机会 这座全透明玻璃桥长度高度位居世界第一 并创下多项世界之最 曾经就有老外怀疑玻璃桥到底安不安全 结果呢 中国给老外好几个锤子使劲砸 但大桥玻璃只是出现裂痕 最后十几个人站上去依然毫无压力 直接粉碎了老外的质疑 现在的张家界不再是以前默默无闻的大勇士了 门票不菲 据说每年游玩的人流量能达6000万 放长假的话你会考虑到那里玩吗 所有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期不见不散哦